窗体属性 我们选择了订单这个表 然后单击一下创建功能选项卡 然后呢单击窗体 创建一个订单的窗体 在这个窗体的标签上 右键单击选择保存 保存名字也叫订单 直接单击决定 好了以后呢 我们呢可以呢 选择 这个订单窗体把它打开 然后右键单击把它切换到 布局式图或设计式图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它里边的空间 进行相应的操作 那有人说了 我想对这个窗体整个的属性 进行了相关的操作怎么办呢 我们呢 通过这里切换到设计功能选项卡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属性表 打开属性表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所选内容的 类型 那么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这个窗体里边的各个对象 如果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窗体 进行了相应的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选择窗体 这样的话呢 下面的 这些参数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呢来看一下窗体的格式 数据 事件 还有其他 如果想把前四项 全部显示 就可以单击全部 可以看到 好 我们选择格式 格式呢 一般是对他的外观 进行了 显应的操控 现在呢 我们呢 先保存一下 然后把它关闭掉 接着我们对他进行双击 先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呢 运行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来查看相关的记录 我们再次 在他的标签上 右键单击 把它切换到 布局或设计 使图 我们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 是当窗体运行以后 也就是在窗体使图下面 所显示的标题 因为它是一个窗体嘛 好 那我们在这地方改一下 叫什么呢 订单 窗体 好 接着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呢 通过他的标签 右键单击 把它切换到窗体使图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什么 订单窗体 那有人说了 那个窗口一般都是弹出来的 现在是嵌入的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 弹出来的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再次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通过呢 其他 在这个地方有个方式 弹出方式 现在是否 我们呢 双击把它改成是 接着我们再次保存一下 右键单击把它切换到窗体使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呢 是一种弹出式的 那么 我们的标题 就显示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窗体的标题栏上面 右键单击 再次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如果你把它关掉了 比如说把这个窗体关掉了 你对着导航栏上面的窗体 相应的窗体进行了双击 它自动的会进入到窗体使图 也就是一种运行的使图方式 好 我们可以呢 在它的标题栏上 右键单击 选择设计使图 好了之后呢 我们呢 继续进入到它的格式 在这个地方 默认的使图 是单个窗体 也就是说 当我们切换到窗体使图之后 它是一个什么 单个窗体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它还有什么 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续窗体 我们选择连续窗体 然后呢 把它切换到窗体使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可以把该表中的记录 都显示出来 看到了吗 那么它和单个窗体的区别 也就出来了 单个窗体只显示了 一条记录 而连续窗体呢 则可以把 一个表中的 所有记录 全部显示出来 好 把它关掉 是 再次右键单击 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在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数据表 我们呢 选择数据表方式 当我们呢 保存完之后 把它切换到 窗体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依然是单个窗体 并不是一个数据表 我们呢 继续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如何才能够让它成为一个 数据表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允许窗体使图 现在为是 还有一个叫允许数据表使图 但是呢 它是什么 我们呢 双击把它改成是 改成是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标签上 右键单击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地方就有一个数据表使图 就是这种方式 好 现在有一个疑问 当我们把它给关掉 这个窗体关掉以后 如果对导航栏上面的窗体 订单窗体进行双击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数据表方式 好 我们再次呢 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再来看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分割 分割呢 就是单个窗体 和数据表窗体呢 混合使用 我们选择分割窗体 接着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运行 选择 窗体使图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为数据表 下面的为单个窗体 仔细看 好 再次把它关掉 是 那么有人说了 我想把数据表显示在下面 可不可以呢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 继续右键单击 把它切换到设计使图 然后我们往下面 看其他的属性 在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分割窗体的大小 分割窗体的方向 是否需要呢 分割条 还有呢 分割的窗体数据表 是否允许编辑 分割窗体 打印 是仅表单 还是其他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是不是只需要调这个属性 就可以了 把它调的成什么 数据表 在下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把它切换到窗体使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数据表 窗体呢 在下面 也就是数据表 在下面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的窗体过小 接着 我们呢 把它切换到 窗体使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地方出现滚动条 这地方也有滚动条 很不方便 尽量呢 避免这种情况 啊 就是在单个窗体内 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那怎么办呢 解决方案一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界面呢 比如说 像产品名称 它要不了这么高 我们可以把它 适当地改到怎样 低一点 啊 改正面也是一样的 正面也是 都把它改低一点 我们进入到 布局里边吧 这样方便改一些 好 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切换到的 设计师图 把它们呢 都选中 选好以后呢 通过我们的排列 这个地方有个大小 我们选择呢 置短 好 继续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回呢 就没有滚动条了 但是呢 下面好像 又有点怎样 太高了 太高了 我们可以往上移一些 好 移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了 关闭点 它问我们 是否保存 我们登记室 我们再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OK了 如果我们不小心调上去了 我们又不想改我们这个空间的大小 那怎么办呢 可以强制把它们设置的没有 我们可以右键单击切换到设计师图 在这里面选中窗体 打开格式 来看一下有没有关于滚动条的设置 这地方就有个滚动条 我们的改成呢 两者均无 保存一下 来看一下 强制它们不出现滚动条 你随意调 那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 出现滚动条的情况 可以呢 保存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个预览的方式呢 对这个分隔线往上调了 所以呢 它问我们是否保存 我们登记室 我们继续切换到呢 设计模式下面 我们再往上面看 那么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 边框样式 我们首先呢 对它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呢 改变它的大小 如果我们不希望让它改变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无 我们再运行 你看 只向边缘呢 就不允许 变大小了 上面呢 这个地方 也没有 最大化 最小化了 好 我们右键 单击 可以把它切换到 设计师图 我们仔细看呢 这个地方 有 关闭按钮 看到了吗 那么 尽管现在呢 改的是 是 这个还有个 最大化 最小化 我们把它改成无 不要最大化 最小化 关闭按钮 还要 我们再次运行 可以看到 依然不行 没有 控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 把这个边框这一块 找一下它的边框样式 一个是可调边框 一个是 细边框 还有一个对话框边框 我们呢 选择了 细边框 然后我们再进行 操作一下 你看我们指向边缘 依然不让用 不让调大小 但是呢 这个地方已经出现八叉了 好 我们继续 我们还可以呢 把它改成了对话框边框 来 测试 它也不允许我们调大小 好 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切换到设计师图 把这个 最大化 最小化呢 先要上 两者都有 然后我们再 把它放成了对话框边框 好 好 来看一下 效果 有没有最大化和最小化 没有 仔细看 尽管我们这两个都有 看到了吗 我们把它改成了 西边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 是不是有 最大化和最小化 但是你指向边缘呢 你看 无法调整 这就是区别 啊 就是说 如果是细边框 它允许有最大化最小化 如果是对话框 则 没有最大化最小化 如果选择无 则 这三个按钮都没有 所以呢 这根据你个人的实际需要 我们选择对话框边框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还有哪地方可以控制 这地方有一个叫什么 控制框 我们现在在对话框 边框方式下 可以看到有这个拔岔 我们切换到设计 如果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关闭按钮改成否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不可用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控制框 也改成否 我们再来测试 看到了吗 没有了 好 如果我们把这地方改成呢 可调边框 这个关闭按钮改成是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控制栏 选择成五 依然没有 所以说最大化 最小化 关闭 它呢 都是在这个控制栏上面 所以如果你把控制栏改成五 则 都不存在 所以这几个呢 是来控制这一块的 至于说你要怎么控制呢 完全是根据你个人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咱们呢 继续讲解窗体属性 首先我们打开订单这个窗体 在它的标签上 在它的标签上右键单击 选择 设计是图 然后往下面翻 找到它的 可移动的属性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改成否 然后我们在 窗体标签上面 右键单击 选择窗体是图 那么我们呢 拖动它的标题栏 我们可以看到呢 依然可以进行呢 移动位置 我们再一次呢 在标题栏上 右键单击 选择到 设计是图 然后往上面翻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改成了 单个窗体 我们呢 保存一下 然后在标签上 右键单击 选择到 窗体使图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拖不动了 我们在呢 标题栏上 右键单击 选择到 设计使图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控制呢 我们窗体的移动 我们继续往上面看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叫 导航标题 一个叫导航按钮 我们先把导航按钮呢 选成是 然后呢 在导航标题里边 收入 123 接着我们呢 通过窗体标签 右键单击 选择 窗体使图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导航 这前面就是标题 我们在窗口的标题栏 右键单击 切换到设计使图 我们呢 可以把标题取掉 如果我们不需要导航按钮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否 那 再次保存呢 我们的窗体 在窗体的标签上面 选择 窗体使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呢 就没有了 相应的导航按钮 我们呢 在窗体的 标题栏 右键单击 选择 设计使图 我们继续往上面看 在这地方有一个图片 在上面有个图片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窗体呢 添加背景图片 图片的类型呢 有嵌入式的 还有一个呢 是链接式的 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选择嵌入式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的 Access数据库呢 Copy到其他的地方 这个图片呢 依然可以正确的显示 选好类型以后 来选择图片 单击一下 浏览 然后找一张 我们喜欢的图片 单击确定 这样的话 我们的窗体呢 就有了相应的图片 这个地方呢 有图片的平铺 如果图片过小 它可以一个一个的平铺 如果你选择是 我们现在不让它进行平铺 选择否 图片的对齐方式 是在我们这个窗体的哪个部分 它有一个呢 图片的缩放模式 现在是剪辑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缩放 如果改成缩放呢 就是这种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呢 改一下它的对齐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呢 改一下平铺 我们可以看到 图片 整个中间是一块 正面呢 又重复了一部分 我们改成否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改成呢 拉伸 可以看到进行拉伸 还可以呢 水平拉伸或垂直拉伸 我们就选择剪辑 就可以了 然后别忘了保存一下 在标签上右键单击 切换到窗体视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相应的效果 好 再次呢 在窗体的标题栏 右键单击 选择 设计视图 子窗体 我们呢 可以看到 有个订单表 有一个员工表 我们打开 数据库 工具 功能选项卡 打开关系 可以看到呢 订单和员工呢 之间进行了呢 关系 我们把它呢 关闭掉 这个时候 我们选择员工 然后我们登记下 创建 功能选项卡 选择窗体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会呢 产生一个主表 主表里边呢 还把子表 也含进来了 那也就是说 它也会产生 一个 主窗体 然后 这地方还带了 一个子窗体 这个就是子窗体 所谓的子窗体 就是在其他窗体内 嵌入的窗体 称为子窗体 好 那么有了这个 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里 直接选择窗体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有两个呢 导航 记录导航 这个呢 是针对于 子窗体的 下面这个 是针对于 主窗体的 我们先分 动 主窗体 下一条记录 上一条记录 最前面记录 和最后面记录 然后再下一步 如果是在最后了 再下一个 的话 你会发现呢 这是一个新建 你可以进行相应的新建 好 那么 我们可以 向上 再向上 通过这面呢 我们可以呢 选择下一条 或上一条 都可以 好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把它关闭掉 然后把这个 创体 删除掉 我们呢 选择创建 这个地方有一个 创体向导 我们单击 创体向导 通过这里 选择员工 选择它的 所有字段 单击下一步 选择 纵蓝表 你根据你个人喜欢 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单击下一步 这个地方有一个 创体的名字 我们就叫员工 单击完成 好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创建了一个 创体 对它进行一个保存 那 这个地方 如果想放一个 纸创体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呢 把它切换到呢 设计师图 选择设计 功能选项卡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寻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 纸创体 或纸报表 单击它 然后在我们这个 创体上面 进行单击 接着我们选择 下一步 我们要创建的 纸创体是哪一个呢 订单 我们选择全部 这段 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个 关联问题了 对于员工表中的 每个记录 用订单号 显示订单 当然你可以呢 自定义 你可以看到 可以选择 主创体 和纸创体的 相关字段 我们呢 就用默认的就好了 单击下一步 然后呢 可以呢 起上一个名字 单击完成 可以呢 来改一下它的位置 可以看到 选择呢 上面的 拖动这个 黑色的方块 把它往上移一点 正面呢 都让它怎样 矮一点 不需要这么高 好 把它们呢 框选上 然后呢 通过排列 找到的大小 和空格 选择 至最短 如果你觉得 它们挨得太远了 可以呢 适当的往上移 可以这样子移 移好了之后呢 把它们框选上 来看一下呢 大小和空格 这有一个垂直相等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 我们的纸创体 稍微的往上移一些 尽量合理的 来利用我们这个 创体 好 可以把 叶角往上调一些 保存一下 把它切换到呢 窗体视图 来看一下效果 那 这有两个导航 下一个 上一个记录 这是呢 子窗体的导航 好 我们呢 再次 切换到 设计视图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 你可以呢 继续设置 在这我们就不再进行设置了 这就不再进行设计创作词 这就不再进行设计创作词